大家注意了 没想到大蒜子和冰糖一起煮作用竟然这么厉害 可惜知道的人并不多 当你把视频看完之后真的是赚到了 有句俗话说的好炒菜不放蒜香味就少一半 由此可见大蒜子的用处是非常多的 秋冬季节天气比较干燥 大蒜子和冰糖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两种食材 但是很多朋友都是把大蒜子当做炒菜来用 把冰糖当茶饮来喝 殊不知把它们两者搭配在一起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 做法简单又实用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好了接下来一起跟着Gamali的镜头 具体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食材就是冰糖了 我手上拿的这种是黄冰糖 而市面上还有一种白色的 黄冰糖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要大大的高于白冰糖 所以我们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最好选择这种黄色的冰糖 大蒜子我在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它是我们厨房里面一种必不可少的配料 基本上99%的菜都要放上大蒜 那样才能体现出这道菜的灵魂 大蒜子是一种激发味蕾的独特食材 其强烈的味道扑鼻而来 让人无法忽视 它具有浓郁的香味 更是健康的守护者 每一颗饱满的大蒜子都富含大蒜素 这种天然的化合物具有出色的营养价值 它能在烹饪的过程中为食材增添独特的味道 每天吃上一些大蒜子 真的是对身体的好处多到说不完 准备一头大蒜子 先把它一半一半的掰下来 然后再加入清水和食盐给它清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 食盐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因为今天的这个做法 我们是需要用到大蒜皮的 所以在食用之前呢 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吃着对身体才不会有所伤害 我奶奶从小就告诉我病从口入 因此吃的东西一定要保持干净卫生 加入清水反复的把它多淘洗两遍 这样吃着就比较放心 然后我们再用刀把洗干净的大蒜子给它拍扁 拍过之后的大蒜子 能更好的释放出里面的蒜香味 大蒜子被誉为天然的抗生素 是健康厨房不可缺少的食材 大蒜虽小却蕴含大智慧 它除了放在嘴巴里面使用之外 还有其他的很多用处 拍成这样子稀巴烂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把它装入碗中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点冰糖 综合以下大蒜子的辛辣味 然后再加入一小把洗干净的枸杞 有句俗话说的好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可想而知它的营养价值是有多么的高 平时煮粥煲汤或者是做糕点点心之类的 都可以放上一些枸杞 增加营养和口感还能点缀颜色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200度的开水 激发出大蒜子的香味和其他食材的营养 用勺子搅拌搅拌使冰糖快速的融化 最后在碗上面扣上一个盘子 给它焖上10分钟左右 这样里面食材的营养成分才能更好的释放出来 10分钟之后我们再把碗取走 哇好香哦 一股浓浓的大蒜子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时里面的汤水颜色明显要比之前深多了 淡淡的金黄色看着就特别的好喝 这样做的大蒜子冰糖枸杞水 就这样简单的制作完成了 别看它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的简单 可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 好处真的是用十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而且它的口感也非常的独特 既有大蒜子淡淡的辛辣味 也有冰糖的甜味 喝下去的每一口都别有一番风味 就像喝饮料一样的好喝 但是比饮料喝着健康多了 这样做的汤水隔山差五都可以来上一碗 只要你坚持一段时间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惊喜 因为这个做法我从小就看着我奶奶一直喝到现在 懂得人都懂在这里我就不方便多说了 因为都是一些简单的食材搭配在一起 可是搭配出来的一些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点开我的主页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